C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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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大家好 我是小虹 我們這個久違四年一度的奧運 終於在今年打完了 現在已經十二月了 不好意思已經過了已經四個多月了 但是我還是想要拍一支影片來講這個 因為當時這個四個月前奧運的時候 台灣這個對羽球非常的狂熱熱度非常高 然後奧運羽球項目最有名的片段 應該大家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對就是這段陳清澄的這個 watch out 這個非常有名啊 這個我相信就算不是羽球界 甚至不是一日球迷應該都看過這個影片 因為非常的誇張 那我們就今天想要討論這件事情 就是關於在比賽中吼叫 因為有好多我看到好多這種 這個球迷都會說 這個為什麼沒有判法 為什麼沒有這個裁判來阻止這件事情呢 那我們今天就要講一下這個 在羽球比賽裡面這個 關於吼叫的這個裁罰跟這個定義 要怎麼去判斷 那我知道很多人可能不會把影片看了 所以我在這邊前面先講一下我這個主觀 個人主觀的一個想法 我個人覺得就是這個陳清澄 他在這個奧運比賽中 對於這個吼叫有這個什麼 呃 超 哇超 這種 雖然他本人說就是發音有點不標準 大家誤會了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個行為還是不太好 就是對手挑釁你 其實有蠻多方式可以挑釁回去 但是選擇了一個這種用詞有點不太恰當的方式 每個運動員去打這個奧運 都是代表自己國家的一個門面 這樣子的行為很容易對自己國家造成一些負面的形象 所以我個人是不認同這樣的行為 那最重要的大家想要關心的就是 到底宇求比賽這樣子的這個吼叫罵髒話 到底是可不可行的 為什麼當下裁判沒有做判決 那我們今天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 那首先我們就講這個陳清澄這件事情 為什麼裁判當下他並沒有做出這個判決或是這個懲罰 那這個理由其實很簡單 因為在宇求國際比賽上面就是有規定 主審跟副審不能跟選手是同一個國級的 所以當時比賽是我記得韓國跟這個中國嘛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主審跟副審就不能是中國級跟韓國級的這個裁判 所以有非常高的機率是主審當時完全聽不懂陳清澄的這個話中的意思 你知道嗎 在主審的耳裡就是可能就是一個吼叫 可能聽得出來在講些什麼 可是你真的聽不懂 那你聽不懂的情況下你就不能去做判決嘛對不對 你不可能對聽不懂的東西去做判決 我覺得你在罵髒話就判你 那這樣子非常的不公平 所以對於主審的這個角度而言 他就只是覺得這個選手在這個吼叫對不對 但是不知道他在罵髒話 所以沒有辦法判他任何的這個犯規的部分 那這時候我們就會討論到這個問題的第二個重點 很多人可能都會疑問 那好小洪 那既然裁判聽不懂沒關係 但是這樣子的吼叫 而且是非常的明顯的 就是你在挑釁對手 而且很明顯不是一般的這種吼叫了 是刻意的在叫對不對 那這樣子為什麼還是不能判決呢 那原因就在於說不知道其他比賽是不是這樣 但是羽球比賽對於吼叫 他其實有一個規定就是第一個 不能是挑釁對手 那怎麼樣去判定說是不是挑釁對手 那羽球比賽的判定方式就是 不能對著對手吼叫 也就是說不管你怎麼叫 是髒話不是髒話 或者大叫一下 你第一個不能看著對手叫 所以說你也不能看著對面叫對不對 有時候我看著對面的線審對不對 我不是在看著對手 我是看對面的線審也不行 反正就是不能面對對手的那一面去做吼叫 都會被判定成就是刻意的挑釁 那這個裁判就是可以去判警告的 所以你們仔細去看所有的選手 我們就講戴智英好了 因為大家比較常看到戴智英的一些新聞嘛 不是都會一些新聞 他們旁邊都有那些媒體拍那些追焦照對不對 然後戴智英就是可能得分吼叫 他們不是戴智英 戴智英好像會有一個動作就是這樣子吼叫 你們仔細看喔 他絕對是往低頭往下看的 你們仔細去看照片就新聞照片 然後都會這樣子 這樣往下吼叫 那不同選手當然也有 有些是往天花板叫的 也有是往著自己的教練那個方向 或是往觀眾席那邊叫的 就是你們仔細去看 或是往自己隊友叫對不對 絕對不會是對著對手的那一面去吼叫 你們仔細去看這個很有趣的現象 所以你只要不是對著對面的方向吼叫 你怎麼叫都沒關係 你要怎麼叫 這樣怎麼叫 這樣子怎麼叫 都阻止不了你好不好 因為都不構成挑釁 所以這是為什麼 陳欣誠他就是 連叫了好幾聲 可是你仔細看喔 陳欣誠都是對著不同的面向去叫 但是就是沒有對著對手叫 這個就是 你說是漏洞吧 但是目前現行的規則就是這樣子 那希望這影片就是有幫助到大家 在關於羽球比賽這種吼叫的一些 一些忍知識嘛 那還有一個我一直想要講 就如果你有看到這邊的觀眾 我真的很想要講 因為我每一次 這已經好幾年了你知道嗎 就是每一年就是有些大比賽 你就會看到很多可能一日球迷 或是他可能平常很少在看國際賽 你都會看到留言好幾年了 都一定會有一種留言 就是這個選手到底在叫什麼對不對 哇這個選手某某好吵 尤其是馬鈴這個馬鈴應該是出了名 這個吼叫非常大聲的一個選手 然後你每次都會在什麼PT啊 或是YouTube底下留言 反正不管哪裡都會看到什麼 啊什麼選手好吵 什麼在叫 如果各位你看到這些國際比賽 然後你看到選手在那邊叫 然後你覺得很煩很吵 這個選手到底在叫啥的話 我這邊誠摯的邀請各位 在台灣的這個朋友 有機會的話可以去看一下什麼 台灣那種什麼全國國小杯 全國國中杯 什麼這個全中運這些 有機會去現場觀摩 都不用很久 你就坐在那邊大概半小時到一個小時就好 你才會知道什麼叫做真正的吵啊 這個比賽真的還好 這個在台灣這種羽球比賽 吼叫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那個真的比你去看國際賽還要吵很多 其實真的很正常 大家真的不要對這種事情太大盡小怪 那在這邊再跟大家補充一個 就是在台灣的這個羽球教育體系裡面 從國小就是 要可能不管是不是要打上選手的 反正就是國小踏入羽球校隊 教練從國小就會教導這些國小小朋友 就是比賽得分一定要吼叫 那小朋友當然也不明白什麼意思 但是教練叫你叫就給我叫對不對 你如果不叫的話 事後還會被教練罵 所以台灣的這些小朋友 在從國小就被訓練成得分一定要吼叫的一個習慣 訓練小朋友吼叫當然有幾個好處 就是第一個激勵自己嘛 因為小學生他們比賽經驗不足 加上心思也不夠成熟的情況下 比賽就有可能會大場面啊 失常啊或各種情況 所以教練會希望就是 就是你通過吼叫的方式來 紓壓解放自己心中的這個 比賽的這個壓力緊張感 然後去激勵自己 這是一種 那第二種呢就是去影響對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就是那種 比賽羽球比賽經驗 然後你可能看到對面在叫 那你會發現如果比賽經驗不夠的人 然後聽到對手在叫的話 有些人會想說 欸這個人在給我殺小對不對 這個呢如果你有這種想法呢 那表示你被影響到了 對就是這個就是他吼叫的另一個目的 就是如果我能透過吼叫的方式 欸影響到隔壁場上你 那這是非常好的效果 因為我啥都不用做 我就只是對著天空吼叫 我就可以影響同一個環境下的對手 那就是一個叫做魔法攻擊的這種概念 你知道嗎 當然有經驗的選手 是不會被這種吼叫給影響的啦 但是就怕有人沒經驗你知道嗎 很容易被影響 被影響之後 可能就會表現就會出問題 所以對於有在比賽的人 然後是從小練的人 吼叫這種東西早就司空見關 可能不是什麼很驚奇的事情 只是你知道每次那種大比賽 你就會看到有留言就是 叫什麼叫什麼 每次有看到這種留言都會覺得 唉 就是今天對於一些吼叫的一些 知識的知識 一些這個個人的一些經驗告訴大家 那如果有什麼沒講到的地方 或是不足的地方 也歡迎大家來在底下留言補充 那麼每個禮拜五晚上九點呢 會在YouTube頻道開我們的這個穿線直播 所以大家如果有任何語球愛好者 歡迎都禮拜五九點 一起來跟我們穿穿線聊聊天 那如果你覺得我影片不錯的話 也可以在底下幫我按訂閱 看我未來更多的影片 分享一個按讚 來關注我最近的消息 我是小紅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